从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之中 弹字的造型构思颇佳 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 那正是弹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 当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 那些整个带弹的军队已经奉蒋介石之命 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 蒋介石中叶一世 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与他同在广州东山 相隔不远的毛泽东 在楼下跟沈彦兵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 而毛泽东之七阳开会则在楼上陪着孩子熟睡 夜色如带 一队对兵士奉校长之命 隐隐绰绰穿过街道 分头执行任务 一队人马上了中山舰 解除了全舰的武装 文德罗李玉被兵士包围 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 当场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 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 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视 周恩来被软禁 旺京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 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接到蒋介石密令 和应亲把驻守朝善的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全部扣押 这是震惊广州 震惊中外的一天 史称320事件 或称中山舰事件 广州事变 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 是黄浦军校交通股掌监住省办事处主任欧阳中 在电话不明的情况下擅自做主 声称是奉校长命令 欧阳中之书欧阳阁 当时任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 事件发生时 前往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的便是欧阳阁 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事而已 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问团及汪精卫机怨甚深 借口中山舰事往黄浦 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 一下子就把事态扩大了 事件发生之际 毛泽东志为关注 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 他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 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 他在文远楼附近 见到陈延年的秘书 据秘书说 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 于是 毛泽东要去苏联顾问团那里 路上已戒严 怕不安全 我陪你去 作为秘书 沈彦斌关切地对毛泽东说 他俩同行 离开了东山庙前席节38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 毛泽东和沈彦斌见到许多士兵 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员 宣传部部长 毛泽东排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 然后 他指了指那位受靴穿长袍的大作家道 他是我的秘书 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 也就放行了 他们进了大门 毛泽东把沈彦斌留在传达室 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 沈彦斌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对于蒋介石突然袭击的激愤 我在传达室先听的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 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 最后是高声争吵 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 又过一会儿 毛泽东出来了 满脸怒容 我们回到家中坐定 毛泽东脸色平静了 我问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回答 据陈延年说 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 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 关在一间屋子里 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 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纪山家说 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 我有点惊异 问那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 这几天我都在思考 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 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 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 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 当时戴季桃和蒋介石是一伙 穿的是连当裤子 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 我们示弱 他就得不进步 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家说 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职 监委员逆逆到赵庆集中 住房赵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 中央职 监委员到了赵庆以后 就开会通电讨奖 指责他违反党籍国法 必须延办 消极兵权开出党籍 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人本来和蒋有矛盾 加上李继深 这两股力量很大 可能为我所用 摆好这阵势对付蒋 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 交手 不过 他只能向陈延年 季山家陈述自己的见解 提出自己的建议 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 他毕竟还不是中共的决策人 起初 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 但季山家表示反对 季山家这样一反对 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 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 声调越来越高 嗓门越来越大 也无济于事 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 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 一箭三雕获得大胜 第一 拘捕了李之龙 李之龙当时蒙受双重冤屈 中共内部疑心李之龙受反动派利用 后来 他在1926年6月获释 随军北伐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遭捕 一日 被国民党海军第四舰队司令杀害于广州红花港 打击了中共 第二 王精卫自称受惊 心脏不宁 眼眩头晕 不能逝世 提出暂时休假 3月25日他突然失踪 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第三 威逼苏联首席军事顾问纪山家李越回国 苏芳表示同意 蒋介石出事锋芒 一举成功 不过他毕竟羽毛未封 况且中共势力颇强 加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 他不得不做一些收敛 他声称 3月18号中山建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 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天的事件 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 对人不对俄 他要求撤换纪山家 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反任 这么一来 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 却又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 1926年4月3日 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 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著实 陈独秀还致信蒋介石 大大称赞了一番 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 都找不出讲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 如此而遇倒奖 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 这是何等反革命 介石先生 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 你就应该起来打倒他 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 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 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 你就应该枪毙他 丝毫用不着客气 陈独秀的这些话使蒋介石颇为得意 蒋介石果真得不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 对于蒋介石 我们示弱 他就得不进步 我们强硬 他就缩回去 在320事件之后 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 蒋介石也就得不进步了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一味兽骨临巡 双腿瘫痪 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州 蒋介石带如上宾 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讲狱对门 以便朝西过从 此人为蒋介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 得不进步 起了幕后谋士以致导师的重要作用 此人姓张 名人杰 自靖江 通常人称张靖江 他跟蒋介石属大同乡 浙江无星人士 年长蒋介石10岁 张靖江有过传奇事经历 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 致使双腿行走不便 不过 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 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 1905年冬 他回国重返巴黎时 正好与孙中山同传 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 并表示可以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 并说以ABCD E为序 躺电报中写A 即资助1万元 B为2万元 C为3万元 D为4万元 E为5万元 孙中山听罢 将信将疑 两年后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 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 无计可视 想起了船上线后的那位奇怪的复古张靖江 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 电文紧一个字 即C 几天后 果真从巴黎电汇来三万法郎 使孙中山吃了一惊 从此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陷于困顿之际 便向巴黎求援张靖江有求必应 不久 张靖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 后来 他出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长 张靖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 1920年 蒋介石在上海政权交易所当经纪人时 便靠张靖江子主任了四股 在张靖江指点下 蒋介石投机发财 后来 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 又是张靖江替他还清 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为好 在陈炯明炮轰拥封建 蒋介石是为孙中山时 曾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张靖江 张靖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 特地从上海赶来 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成为蒋介石的幕后智囊 如张国涛所回忆 他虽从未被外露面 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 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亭 通知中共代表张国涛和谭平山 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 张国涛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讲狱 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靖江狱中 蒋介石向张国涛 谭平山透露了将于一日召开的国民党 第二届中职汇第二次全会的计划 并特别关照他们 中共在一日不要闹事 这预示着一日的会议将对中共有大动作 一日 5月15日 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 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了 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 孙中山去世后 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 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 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对于蒋介石来说 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 会上经蒋介石提议 由张静江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由谭严凯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 这么一来 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手汪精卫 虽说 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但是由张静江担任此职 也就等于由他担任 走笔至此 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 在中山剑事件爆发后 3月25日 汪精卫便失踪了 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 其实 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州 他起干大权这般轻易落在蒋介石手中 他窥测着时机 无奈 汪精卫手中无军队斗不过蒋介石 静关了一个多月 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 遂于5月11日悄然离岁赴港 然后由香港前往法国 还要顺便提一笔 蒋介石借助于廖仲凯事件 逼走了另一位资历 声望在他之上的胡汉民 胡汉民来到苏联 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 听说发生了中山剑事件 听说汪精卫失踪 胡汉民兴奋起来 在4月29日回到广州 盘算着接替汪精卫的空缺 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 冷落了他 弄得他好尴尬 胡汉民无法在广州立足 无可奈何 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汪精卫又与胡汉民 真是无巧不成书 胡汉民也是在5月11日离开广州 他上了船 竟然遇见了那位失踪已久的汪精卫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 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 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 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船 真是不胜感慨 汪胡的出走 为蒋介石上身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 通过有蒋介石 张静将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理党务案 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 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事 整理党务案规定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 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 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 不得冲认本党中央机关支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 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 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 整理党务 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除中共党员 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 并不是限制共产党 会议开了一周 通过了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获得大胜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 毛泽东主张坚持顶住 但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 按陈独秀意见 要大家签字接受 毛泽东拒绝签字 5月20日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宣传部工作报告 做报告时 大会有蒋介石主持 会议结束之后 根据整理党务案 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职 于是 在5月25日举行的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 有这样三项议程 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 请令建协能继任案 林祖涵同志提出 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职 请令选继任 以众党务进行案 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去常务委员会秘书 请令选继任 以众党务进行案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 以上三案均照准 会上 张静将同志提议 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部长 顾梦宇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部长 从此 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离开之前 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 6月1日的第30次会议 那次常委会到会者既有蒋介石 也有毛泽东 这一次 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次见面 此后 毛泽东和蒋介石阔别19年 才在重庆谈判时握手 回去20世纪20年代同在广州的那段岁月 毛泽东专心于农民运动 毛泽东 在此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之后 仍勾留在阳城 他的主要经历 从宣传工作转向农民运动 因为他被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这时 毛泽东的助手不再是作家沈彦兵 而是萧楚女 楚女这名字 会使人以为是湖北女子或是楚楚动人的女子 实际上却是一位跟毛泽东同名的男子 萧楚女是湖北汉阳人士 本名树裂 学名除辱 后来去掉三点水 变成了楚女 故意用其反义 有时 她写文章 以仇吕为笔名 倒是用其原意 萧楚女其人 出身贫寒 当过学徒 抱童 小贩 1922年加入中共 她擅长写作 工作勤勉 为人豪爽 她是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唯一的专职教员 跟毛泽东一起教授学员 那时 萧楚女症患肺病 职称病提讲课 据当时听课的学员笔记所在 毛泽东如此讲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指 中国的农民问题 在以前没有人研究过 远自文武周公 尽至现在各学校都没有人研究它 现在中国能代表一般民众利益的党有两个 一是共产党 一是国民党 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比较注重些 而国民党对于此问题 两年前才开始注意 在国民革命时候应该注意农运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 政权落于军阀之手 完全是未得三万万九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 国民革命 就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革命 唯有把农民动员起来 参加革命 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农民一支军 占全国人口80%以上 由不可抛弃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毛泽东最新于中国农民运动 以致被人们称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大王 就在毛泽东忙着在广州派于学工 为农运学员们讲课的时候 蒋介石却步步高升 6月5日 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6月29日 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委员 7月5日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部长 7月6日 张靖将以换足迹为理由辞职 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样蒋介石挤党 政 军大权于一身 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 7月9日 广州东教场人头传动 十万居民云集那里举行北伐实施大会 蒋介石头戴大概帽 一身戎装 在万众欢呼声中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发表就职演说 今天 是国民革命军举行实施典礼的纪念 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 本总司令自决财力绵薄 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惶恐万分 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 已来重重包围我们 压迫我们了 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 一定不能冲破此重包围 解除此重压迫 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 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 担负起来 以生命交给党 交给国民政府 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 自始鞠躬尽瘁死而后裔 这一天成了蒋介石的登基之日 随着传媒的广泛报道 蒋介石的知名度迅速上升 蒋总司令支撑由此而起 而此时此刻 毛泽东并不为人所注意 这时国共依然保持着合作 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员并肩北伐 苏联顾问亦在总司令麾下效力 蒋介石率八个军 十万兵马向北推进 9月3日 蒋介石在武昌城下屠家湾指挥工程 毛泽东则在广州前往黄浦军校发表演讲 毛泽东演讲的题目是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 11月 毛泽东接中共中央通知 携七杨开会及二子离开广州 前往上海 来户后 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不久 毛泽东切妇将出境武汉回到老家湖南 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列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著作 在中共内部 陈独秀并不看重毛泽东 倒是瞿秋白非常赞赏他 1927年4月 瞿秋白为长江书店所印 毛泽东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作序 指出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 到战线去奋斗 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 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和读澎湃的海风农民运动一样 瞿秋白 蒋介石陷入国民党内部的群雄纷争之中 就在这时 1927年4月12日凌晨4时 上海响起密集的枪声 显示了蒋总司令手中枪杆子的威力 蒋介石下令清党大批逮捕强杀中共党员 史称412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走了三步棋 一年前的320事件 只是出路头脚的他实行反共的火力侦查 接着 整理党务案的通过 表明他决心从国民党中分共 这一回已经立文脚跟 大权在握的他以武力实行清党一级反共 外电积极报道 在中国 KMT与CP火拼彻底决裂 KMT 国民党的英文缩写 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在当时 CP自然斗不过KMT 因为蒋介石手中有着枪杆子 萧楚女 陈延年 赵世言等 一个个倒在血泊里 毛泽东倒是从中悟出了一个真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虽说有人挖掘毛泽东是枪杆子主义 毛泽东却不悔 1927年秋天 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 然后带着兵马上了江西西部的井冈山 走上了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的道路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叫做武装斗争 用斯大林的话来说 那是中国革命的特点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蒋介石呢 虽说他在亲共 反共方面屡屡得手 可是他在国民党内却不服众望 他独揽大权引起了不满 那个汪精卫 依然是他在国民党内的劲敌 虽然汪精卫被迫远走法国 但他的影子仍威胁着蒋介石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 会议先起反独裁运动 蒋介石、张静将拒绝出席 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倒是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推选上在国外的汪精卫 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才撤了原由蒋介石担任部长的军人部 这是蒋介石上台后头一回受挫 于是 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左派领袖 于4月1日兴高采烈地从法国回到上海 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之后 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 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免去一切职务通缉拿办 一时间蒋介石声名狼藉 不过 到了7月15日 汪精卫在武汉也实行分共 又跟蒋介石走在一起了 就在这时 蒋介石率北伐军在与军阀孙传方作战时败北 受到各方指责 8月13日 蒋介石宣布下野辞去总司令之职 这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头一回跌到最低点 离412反革命政变不过4个月而已 一个多月后 蒋介石出走日本 挤走了蒋介石之后 国民党内又爆发了汪精卫跟李宗仁的争斗 汪、李相持不下 不得不提出请蒋介石复职 一下子 蒋介石行情看长 从日本反护 1928年2月上旬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跟一年前的二届三中全会截然不同 这一回蒋介石又落到起 由陈道夫 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军事委员会主席 手中的党政军大权失而复得 于是 人们对他的称呼 从蒋校长、蒋总司令 变为蒋主席 这年10月8日 蒋介石又兼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 及三主席于一身 另外 他还兼任了海陆空军总司令 1929年3月 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三权大会 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 在会上致开幕词 大会通过了蒋卫蒋中正同志案 大有大数特殊蒋介石最高领袖权威的味道 汪精卫则拒布出席会议 指责会议代表80%有蒋师签订和指派 所谓代表者已完全丧失其意义 三权大会加深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 新军阀们纷纷反蒋 先是桂系反蒋 爆发蒋贵战争 接着 严锡山、冯玉祥又接起反蒋之旗 爆发蒋、严、冯大战 一时间打得好生热闹 反蒋派拥戴汪精卫为领袖 另立中央 选举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严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再度成为蒋介石的对手 蒋介石和严逢在中原大战 好不容易 蒋介石战胜了对手 这时 蒋介石才腾出手来 坐着南昌 对江西的朱、德、毛、泽东 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担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 不再与蒋介石合作 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 猛烈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 于是 国民党内部又爆发蒋 胡志争 1931年2月28日 胡汉民被骗至蒋介石的总司令部 被软禁于南京汤山 消息传出 舆论哗然 旺经卫看准了时机 第三次跟蒋介石作对 旺经卫举起了护党救国 打倒独裁之旗 联合反蒋派 于1931年5月在广州令组国民政府 自任主席 向全国发布反蒋宣言 于是蒋介石调兵遣将逃亡 爆发了宁岳之战 看来在四分五裂群雄并存的国民党里 蒋介石欲成为最高领袖 绝对权威也并非一事 一部国民党史 简直成了蒋介石 汪精卫 胡汉民三巨头的纷争史 国共分别确立蒋介石 毛泽东为领袖 就在蒋汪对抗宁岳冲突之际 1931年9月18日夜时时 沈阳北大营响起了炒豆般的枪声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凡发动突然袭击 炮轰沈阳城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 欲有日军寻衅 务须慎重避免冲突 绝对不准抵抗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意 导致130万平方公里 3000万人民的东三省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便落入日军之手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意 激起全国上下的愤慨 旺金卫借此机会 猛烈抨击蒋介石 坚持要蒋介石下野 国民党的四分五裂此时达到了高潮 国民党的一拳大会 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 国民党的二拳大会 在汪精卫主持下召开 国民党的三拳大会 在蒋介石主持下召开 眼下竟然有三个四拳大会 分别在南京 广州和上海举行 在南京 蒋介石主持了四拳大会 在广州 孙科主持了四拳大会 理应由汪精卫 胡汉民主持 会议开了一半 胡汉民回约主持 在上海 汪精卫也主持召开了一个四拳大会 国民党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日军侵略 民怨沸腾 而国民党的三巨头又如此分庭抗力 无可奈何 蒋介石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5日 发表讲主席辞职电 宣布下野 这是蒋介石平生第二回下野 蒋介石口中嘟嘟囔囔着娘嬉皮 回老家凤化嬉口去了 总算蒋 汪 胡三派合一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于1931年12月下旬在南京召开 蒋介石下野于凤化 汪精卫称病在上海 胡汉民也说自己血压高 留在广州 三巨头都没有在四届一中全会上露面 会议由于又任主持 会议提出了折中的方案 极有蒋 汪胡三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轮流担任主席 此外 改组国民政府 推举空头元老林森为主席 由孙柯任行政院院长 没有三巨头出席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 毕竟缺乏权威性 就在四届一中全会结束半个月后 一场重要的幕后交易在杭州进行 已经下野的蒋介石 从老家凤化来到杭州 注入成庐 他写了一封密信 托臣明书 故梦于父户 面交汪精卫 一直称病的汪精卫见信 立即精神抖擞 百病皆无 赶往杭州 于是 这两个多年来互为政敌的巨头 在成庐通宵密谈 相见甚欢 这次密谈 便讲汪对抗为蒋汪联盟 汪精卫 消息不禁而走 胡汉民气歪了鼻子 因为汪 胡有密约在先 两人联合反蒋 谁也不与蒋单独讲和 如今汪背弃了胡 胡也就决心独立于蒋 汪对抗 蒋汪携手返回南京 1932年1月28日 汪精卫接替孙科 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主持政府工作 3月6日 蒋介石复出 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 掌握军权 从此 人们对蒋介石改称蒋委员长 从此形成了维持多年的蒋汪体制 形成了汪主政 蒋主军 蒋汪联合主党的格局 胡汉民则在梁广主持国民党西南执行部 跟蒋汪保持半独立的状态 但毕竟在中央失去了地盘 在蒋汪之间 蒋长兵权实力胜于汪 在中共党内 斗争也颇激烈 连任五届总书记的陈独秀 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于1927年7月12日下台 取而代之的瞿秋白 又因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而下台 接替瞿秋白的李立三 因犯了左倾冒险主义而遭批判 1931年1月7日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富的支持 他的得意门声王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 又开始实行左倾机会主义 这一右三左折腾着中共 走马灯式地改换着领袖 从陈独秀 瞿秋白 向中发李立三 王明道博古 1933年2月28日 蒋介石发表了告共党书 以计竅的口吻 论及了中共的党内斗争 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 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错误路线当中 15年 16年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 16年 17年又有取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 18年六次大会 又发生了农民问题及职工运动的错误 至于所谓立三路线的破产 当中下退却路线的荒谬 都是你们自己所宣告的 以此推论 你们便在若干年 也无非是一个错误的环境 这种铁的事实是在雄遍着 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 即共产党不能存在于中国 无论你是什么策略 什么路线 左的 右的 折中的 总之是此路不通 迟早要手中正寝 蒋介石说这番话时 中共确实正处于领袖危机之中 由于 中共那时没有一个能够稳稳地掌舵的领袖 是中共连连失误 然而 在蒋介石说那番话的一年多之后 1935年1月 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脱颖而出 成为中共剁手 在遵义会议上 张文天 吉洛府 成为中共中央副总责 而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掌军权 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袖 毛泽东也走过了曲折的石浮石臣的政治道路 他上了井冈山之后 与朱德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朱德为军长 他为党代表 这样 他最初的称呼约毛党代表 1930年8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 朱德为总司令 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 这样 人称毛委员 1931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毛泽东出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从此 对毛泽东的习惯称呼便叫毛主席 不过 在中共党内 毛泽东屡受打击 时而被开除出政治局 时而被撤销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 党代表前委书记职务 他又几番病重 以至一度误传他病死 共产国际还为他发了复告 毛泽东曾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 被戴上三顶帽子 以约枪杆子主义 二约一贯机会主义 三约狭隘经验论 那时 中共受共产国际领导 毛泽东未曾在苏联受血 得不到共产国际信任 遭到以王明 波谷为首的 从苏联归来的28个班布尔什维克的排斥 然而 毛泽东毕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 显示了他的睿智和才华 特别是处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 谁能领导部队打胜仗 谁就会在党内 军内享有威信 如果说 蒋介石还算在日本政务学校念过一点军事的话 毛泽东则连这么点资本都没有 诗人气质的他 原本书生一个 写文章是他的看家本事 打仗则纯属外行 奇怪的是此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居然从中安熟掏掠 虽说也曾打过几回败仗 但他时有七八能克敌之胜 就连蒋介石坐镇指挥 也多次败在这位笔杆子手下 如此这般 当中共中央总负责 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连连指挥失误 几乎断送了红军之计 毛泽东在党内 军内呼声甚高 也就顺理成章 最终 在遵议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从此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 与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中国国民党相对抗 也就开始了以毛泽东与蒋介石为棋手 一级棋手的两党对抗棋赛 虽说在此之前 蒋介石跟毛泽东有过几番较量 那时蒋介石似乎对井冈山上的珠毛红军不屑一顾 称之珠毛骨匪先是几番会角 接着又几次围剿 不过那只是大搏斗之前的热身赛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红军终于从覆灭的边缘得以挽回 没有成为十大开第二而葬身大渡河畔 红军挺进陕北 在保安站稳了脚跟再不是珠毛骨匪 经过25000里长征之后的红军 在陕北迅速扩大 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于是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 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较量 遵义会议之后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左起 毛泽东 周恩来 张文天 第二着